國民黨不分區的名單 從昨天公布到了現在 這個時候一路被罵翻天了 但是這場戲 還要一路玩到明天 因為最主要 明天又有一個 臨時中場會要開了 名單會不會改 大家全部都在看 但民進黨現在這時候樂呼呼 因為最主要一點 你的名單公布了 所有的炮火都對著你支持 我民進黨的這個名單 可以暗度關山了嗎 一剛 現在擺明了就是 國民兩黨這藍綠 全部都在不分區上面 跟我們擺爛給我們看 直接就活生生的利益分章 直接就搞這些東西出來給我看 所以有人在說 現在是吳哥哭對上蘇打綠 吳哥哭對蘇打綠 為什麼吳哥哭 因為昨天吳主席 就哭給我們看過了 對 哭呢 為什麼哭 因為你看國民黨 不分區立委名單 噼哩啪啦 他現在從8降到10 又有消息說 他搞不好會降到14 你意思說難不成名單往後退 他難過到哭了嗎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他這樣才哭 這個我就不曉得 反正他就滿腹委屈 可是他居然還跟 你知道 還在那邊哭訴 還在那邊講說 我到底有什麼地方不對 我們來看看 吳敦義在不評什麼東西 據王先生每一次都是排第一名 報告主席 我跟你講 本來也有人跟我講說排第一 我說絕對不可能 我本來是準備排第八的 我以前有講過 七八九嘛 兩位副主席 外界的觀感也是只能有一位 不能有三位 也不會有兩位 這也都做到了 但是我又把 葬儀附到第四 黨主席過去都是選總統的 我都認為選總統 既然有更合適的人 我就不會去選嘛 如果以我的資歷 我選總統有過分嗎 以我的資歷 我選總統有過分嗎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這跟那個是根本兩碼事 為什麼要扯在一起 我也覺得很奇怪 吳敦義主席 你是不是認為以你的資歷 你選出這兩個人 是要給民進黨當子彈的嗎 你覺得國民黨夠強壯 我們穿著防彈背心 怎麼打都不會壞 你是練了金剛不愛之聲嗎 像邱毅 邱毅列出來之後 你看綠瑜馬上打 支持吳總談話 學習台灣人的邱毅成大 然後鍾小平這時候也跳出來 又是個前國民黨員 人家直接拿來抓而打 然後吳思懷也是一樣 自由時報直接做很長 邱毅 吳思懷進國會 有人說恐危急國安 當然綠媒會危言聳聽 可是這兩個 明明就爭議性比較強的 你還硬要把它提出來 據我所知 甚至邱毅到最後一刻 才出現在名單上 到最後一刻才出現 昨天上午還沒有 到下午突然就出現 這真的非常詭異 難道這是吳主席的障眼法 你覺得所有的媒體 全部都聚焦在他們兩個身上 大家就忘記了 原來吳主席也列在名單上 再衝擊就沒這麼大 這是你的策略 這是你的計謀嗎 當然我不曉得 可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馬英九前總統推薦的 林毅潔沒有 林立禪本來是現任的都沒有 而且封平算是不錯的 一個新住民立委 陳以信 結果從10米也掉到16米去了 那這到底怎麼回事 可是蔡令儀的閨蜜 或他閨蜜的子女 文玉俠 車儀進 吳儀丁 全部上場 這不是很奇怪 難道吳主席 只有有把握的就是因為 中央委員210名 大概100名都是我的人 所以你動不了我 你想要把這些名單換掉 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這樣子嗎 但是現在連傳出來說 可能會改列14名 搞不好都是假消息 因為國民黨這邊 已經正式出來否認 說什麼不管是關於人選 可能會更換 或者說吳主席 可能會降到第14名 這些全部都是只需乌有 都是一策 絕對不要當真 所以也就是說 沒有要換的這件事 如果沒有要換的話 吳主席是吃了趁多鐵的心 真的要這樣幹下去嗎 我們真的是非常擔心 這樣子國民黨到底會怎樣 民進黨是熱歪的 吳主席到底心裡怎麼想 是認為韓國瑜選不選得上 總統跟我沒關係 只要我能夠當他立法院院長 就可以了嗎 是這樣的意思嗎 他只為了保他自己的位 不是 問題是韓國瑜 如果選不上總統的話 你為什麼會當到立法院院長 那機會就更少了 是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這個到底怎麼想的 我們搞不懂 吳主席聽說 有人聽他講說 如果把他列在 比如說安全名單邊緣的話 這樣子可能大家就 可能不願意讓他上 然後他就不會上了 所以因為這樣 他非要把自己排在 安全名單之內才行 吳主席當立法委員 到底對你有什麼強大的吸引力嗎 我真的不懂 你的心態到底是什麼 你把國民黨帶領走向勝利之路 你才是一個最榮耀的黨主席 不是嗎 如果國民黨不會勝的話 你去當個光感立委 對你本身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實在看不懂 但是有另外一個黨也沒閒著 我們的親民黨也出來 他說宋楚瑜主席名講的 親民黨不分區名單中 將有郭台銘的影子 2016年的時候 親民黨不分區有三席 算滿多的 李鴻鈞 陳一傑 陳秀霞 三席算很多 然後2020年現在外傳什麼 可能第一名是劉宥彤 就是之前永明的執行長 然後第三名可能是蔡慶瑜 都是郭忠祐 親民黨提了前三名裡頭 有兩個人不是自己人 是郭家軍 是郭的 這不是很奇怪嗎 我想請教一下 劉宥彤跟蔡慶瑜 過去這陣子 除了跟民進黨一起黑函之外 他有什麼特別的專長 跟親民黨你有什麼關係 他們擺明是郭董的人 他將來就要選上了不分區 也是幫郭 他也是聽郭董的命令 也不會聽 也不會聽宋主席的 到底是什麼 難道這是一個單純的利益交換 就是我把立委民事給你 你把資源 還有其他的這些相關給我 政黨補助款也是我拿 是這樣的意思嗎 假設這是一個 赤裸裸的交易的話 請問一下跟著宋主席 從2000年一路到現在 將近20年的 你不分區立委 你就這樣把人家賣掉 這些對你中心耿耿的 這些黨員 這些民意代表 你把他們放到哪裡去 難道親民黨就是這樣 輕輕鬆鬆就可以出賣了 一個政黨嗎 這個政黨到底玩下去 有什麼意思 惠偉 我們看到 吳敦義主席今天可是講了 一大堆的話 不過話當中講到了幾個關鍵字 他說黨主席過去 沒有一個不選總統 以我的資歷選總統過分嗎 這大白話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好想選總統 憑什麼是你韓國瑜 可是我們問題到底現在這個時候 是韓國瑜當選總統比較重要 還是你吳敦義去選立法院 院長比較重要 當立法院長沒有那麼重要 總統才是最重要的 觀眾朋友不要對國民黨 有太多的錯誤的期待 國民黨就是2014跟2016 把地方跟中央的江山執政權 全部上出去 民進黨的 就是國民黨 所以立剛兄我在你的節目 我的講法都很清楚 我支持的是韓國瑜 我不支持國民黨 國民黨是選擇性的支持 我看人的 我是看著人支持 不是每個國民黨我都OK 要看國民黨是誰 這很重要 所以觀眾朋友不要被這幾天 因為立剛兄下個禮拜就登記了 再吵也沒幾天 所以我希望大家冷靜來看 剛才韓民雄說明天會報告 當時臨時中常會 你看臨時中常會 你看臨時中開完再再來 很快上去還會 不要中價 你看我們的總統的決算 是1996年開始算 1996 不理國 我們有這個部分區立委 是2000空白開始 所謂的單一選區兩票制 就是有部分區的立委 才叫兩票制 以前的立委是當三年 從2008年之後立委剛剛四年 跟總統同一年這樣選 所以是單一選區兩票制 你看08年12年16年 現在是要選2020年 其實也要選第四個部分區而已 所以這兩天我看大家都撥撥條 這個爭議最大我承認 就目前的藍綠 剛剛藍綠 韓濱雄都有分析 都很奇怪 但是國民黨的又比民進黨 又再爛一點 就是比爛就變這樣子 好 沒關係 我請問大家 因為現在是2016的立委在當 請問2008跟2012 藍綠部分區有哪些人 不可以偷偷上網 你還記得起來嗎 其實大部分人都忘了 除非是 吳坤玉 我是說大部分人都忘了 像因為唐惠玲為什麼不算 因為他是政治工作者 所以他會記得 他當然記得 韓明兄當然也記得 有華兄一定倒背如流 可是大部分人都忘了 其實我的意思 我要纏粹說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距離大選是58天 這個大選是總統跟立委一起選的 總統 區立委還有部分區 這是一起投票的 哪一個最重要 就是路透剛剛立高雄講的 重中之重一定是總統 對 區立委是次之 部分區立委 因為他有黨意 你也太假笑 我開除你黨籍 你部分區立委這個就沒有了 所以黨中央 是可以控制部分區的立委的 制度的設計是這樣 所以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一定是總統 我希望大家不要 因為這個部分區的爭議 他遠遠是比立委重要 韓國瑜的選情 我待會會分析會預測 但是我現在說 你因為部分區的關係 怎麼辦什麼的 你會緊張 會猶豫 大家就會一船十十分 好像國家要賭的一樣 沒那麼嚴重 你聽我聽說 最好是這樣 你總統投韓國瑜 區立委投國民黨的 部分區也投國民黨的 你這個是力挺 你就弄三張都回國民黨的 是力挺韓國瑜 因為立委動選越多 他也動選之後做事情越簡單 這個到底這麼的前選 國民黨的立委 區域跟部分區當選越多 對韓國瑜的幫助 未來幫助是越大 但是如同張善政院長講的 如果你投不下去怎麼辦 你總統還是投韓國瑜 區域立委你不一定 部分區你看明天的狀況 你先讓韓國瑜當選總統再說 你不要在這上面糾結 立剛兄 我們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這麼亂的藍綠二鬥 這麼多年了 你希望韓國瑜明年一當選之後 這個三個月 六個月什麼 蜜月一百天 然後就把國家統統 不可能 不可能 大家不要有這樣的期待 韓國瑜他是人 他不是神 他有優點 有缺點什麼的 但是我很堅信是 他一定比蔡英文好 國民黨很多缺點 你每次國民黨來賓來 我都不好意思看那邊 國民黨很多缺點 可是我相信 如果明年讓國民黨執政的話 國民黨會比民進黨好 我相信是這樣 如果不行的話就再輪替 兩年四年 兩年四年 有地方選舉 中央選舉 再輪替 所以不要再去跟吳敦義 這個計較或什麼的 我最後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清明黨 剛剛韓平兄的分析 什麼部分區那些東西 其實政治是很現實的 為什麼吳敦義不選 他算過了 他不會贏 為什麼郭台銘不選 郭台銘有2000多億 隨便丟幾億你就昏倒了 他有錢 因為鈔票跟選票是不能兌換的 宋楚瑜有門票 為什麼宋楚瑜說我是獨孤求敗 為什麼我說獨孤求敗 我知道我不會贏 即便我有門票我也不會贏 我有鈔票我也不會贏 我有柯P的高人氣 臉書100多萬人我也不會贏 誰會贏 只有韓國瑜會贏